你好,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,谭松韵又以新剧定档,三大看电影期待,湖南卫视又拿到收视王炸,三月已至,万物复苏,春暖花开。 各大视频平台相继发布了三月电影榜单,景博然,谭松韵主演的龟鹿位居爱奇艺电影榜首。 此前,有消息称,该剧将于3月13日在湖南卫视播出,并在爱奇艺、芒果TV同步播出。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很高兴,但后来我有点不确定。 芒果和爱奇艺是竞争关系,两者很少共享片源。 今天看了芒果TV的龟鹿节目,才发现我说的是真的。 而打开龟鹿的百度词条,也显示将在3月13日播出。 所有播出时间和播出平台都与网上爆料完全一致。 现在终于可以放心期待了。 2023年,谭松韵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。 1月底,王凯的《向风而行》刚刚在央视播出。 口碑和收视率都遥遥领先。 现在,又一部新剧杀青了,观众又可以大饱眼福了。 我认为这部剧将以其三位主要主角再次引起收视率的上涨。 经典IP改编《真人版》《自导自演》,该剧改编自《莫宝飞宝》的同名小说。 这部电影早在拍摄前就拥有大量读者。 在此之前,《莫宝飞宝》的几部小说在影视方面都非常成功。 改编自2019年让李宪上台的《魔宝飞宝》的蜜之顿鱿鱼。 2021年,《催泪大剧周生如故》也改编自她的同名小说,给观众带来极度悲伤的B1审美。 在暴雪时分,《无垒和赵金脉》的拍摄也是取自她的小说。 《莫宝飞宝》不仅是大作家,还是大编剧。 早年参与电影《步步惊心》和以生肖默的拍摄,后独立编写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、一生一世》、周生如故的剧本,获得2012年度十佳编剧。 做IP小说最可怕的莫过于魔改了,而这次归录回到原作者,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真正的经典。 编剧靠谱,导演也是老手。 与翠华导演联合指导了《最玲珑》,《为了你我愿意热爱全世界》,还制作了人气古装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 另外,导演和莫宝飞宝也是老搭档了。 这是他们的第三次合作,他们需要相互理解。 看现在的画面,优雅唯美,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当壁纸。 归录于2022年3月1日在新疆上线,时暖时寒,广袤大地,白雪挨挨。 而且这部剧的所有外景都是实景拍摄,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 剧情强大,涵盖的不仅是相遇之情,还有深厚的家国情怀,归录主要讲述十年后,投资总监贵小与排报特警陆燕臣相遇的故事。 表面上是学生时代的初恋,破镜重圆,带着校园爱情的清新甜蜜,带着守望相助的情愫。 深思熟虑,并不是所有的初恋都是成功的。 也不是所有的分手都是破镜重圆。 归宵与陆燕臣之所以在十年后再次相爱,甚至牵手一生,光靠校园记忆是不够的。 两个人需要长期在一起才能成为更好的人。 约会时,人们会相互吸引。 而的确,决定他们彼此了解并能够相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相互尊重和理解。 陆燕臣在二连浩特任职多年。 作为一名排豹特警,他常年活跃在前线,也是最危险的地方。 任务期间,他见过鬼霄一次,但因为任务无法前行,他只能坚持小心翼翼地引爆炸弹,以保证众人的安全。 后来,陆燕臣退休了,他有两个职业选择,一个比较容易方便,一个比较难,又可以面临危险。 但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。 他很清楚,只有穿上这身军装,他的血液才会热起来。 后来,他带着盖骁去了生活了十年的二连浩特。 他要让心爱的女儿见识一下他用生命守护的地方。 招招赤子心寸山和梦。 这些情节也反映在目前的预告片中。 陆燕臣是典型的军旅剧男主,不是一般言情小说里的霸道总裁。 因此,龟小还有一个特殊之处,排爆特景的搭档。 特殊的身份背景,让这部剧不仅充满了爱情的酸甜苦辣,还有沉重的家国情怀。 满满的实力演技,颜值实力兼备,这个节目最棒的是演员。 男主景博然是一位稳重稳重的年轻有才华的演员。 别的不多说了,除了人品无敌,和人设完美契合。 他站在那里,就好像从小说里走出来一样。 陆燕臣本人,身材挺拔,容貌俊美,眼神慈祥。 九十后小花,的绝对威力,更不用说谭松韵这个第一个入围白玉兰的九龄后女演员了。 外形清新可爱,演技更上一层楼。 纵观他以往的作品,从最好的我们到锦衣之下,以家人之名到相风而行,一次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 三十家,像个高中生一样没有违和感。 这得益于他可爱的圆脸,也得益于他对角色的清晰认识。 能够饰演年轻的高中生和专业知性的都市白领,其人物塑造能力在娱乐圈独树一致。 最重要的是,两位主演非常般配,CP感超强。 毕竟这是一部都市情感剧,男女主之间的化学反应很重要,而且相对于目前发布的素材,CP感还是比较稳定的。 就几张照片,充满了张力。 更不用说预告片中呈现的画面,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,迫不及待地等待接下来几秒的开播。 除了两位主演的颜值,演技和应变能力,还有几位配角同样值得期待。 沙宝亮在剧中饰演桂小的父亲。 徐荣镇饰演桂小的妈妈。 陆燕晨的妈妈由吴玉芳饰演。 喜剧演员王浩饰演陆燕晨的弟弟海东。 张伯嘉饰演桂小最好的朋友孟小山。 兼具颜值与实力的演员,靠谱的导演编剧,丰富的剧情,精美的画面。 瑰禄几乎具备了一部热播剧的所有元素。 不得不说,湖南卫视的看剧眼光真的很对。 迫不及待想看,你期待吗? 盛开盛花朵多,靠你肩膀另一幅霜,看着漫天星星闪烁。 往事多么的幸福快乐,风水花儿已凋落,不见你人无限寂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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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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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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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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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 风吹花儿已凋落 不见你人无限寂寞 晴黑夜里窗角圈锁 你为何变得无情冷漠 你已住进我的心窝 为我把情歌封锁 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 没有你我该怎么忘 你已住进我的心窝 你的容颜哪还明刻了 相思泪水